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26日 星期四 歡迎收聽《今日新聞》 我們首先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隨著以下衝突越來越激烈 並且有可能在中東地區蔓延 美國政府正在為最壞的情況 和可能性做準備 不過由中東撤離幾十萬美國公民 李軍艾森豪號航空母艦戰鬥群 也改變方向 前往撤身警告伊朗 美國警告 若伊朗或其代理人襲擊美國人員 華府將迅速果斷採取行動 同時伊斯蘭三大恐怖組織首領秘密會面 美國斷言 加沙亭火只會令哈馬斯受益 五角大樓發言人 萊德將軍24日證實 在過去一個星期 駐伊拉克和敘利亞的美軍 已少受到無人機 或者火箭彈13次襲擊 萊德指出 我們知道發動這些攻擊的組織 得到伊朗的支持 我們看到的是 在不久的將來 該地區針對美國軍隊和人員的攻擊 可能會更加嚴重升級 國際社會擔心以哈衝突 可能演變成一場更大範圍的戰事 伊朗外交部長阿卜杜拉欺揚證實 美國已經對他們發出警告信號 不要乘機擴大中東戰火 同時布林肯24日 向聯合國安理會表示 美國不尋求與伊朗發生衝突 不希望戰事擴大 但是不要搞錯 如果伊朗和他的代理人 敢在任何地方襲擊美國人員 美國將會迅速果斷採取行動 美國軍方正在採取新措施 保護著中東的美軍 而且美國海軍艾森豪號航空母艦戰鬥群 將不會再加入地中海的福特號航空母艦戰鬥群 而是加入第五艦隊 成為自從2021年 從阿富汗撤軍以來 重返該地區的第一艘美國航空母艦 第五艦隊 是美國專門負責中東防務的海上力量 它的總部巴林 鄰近波斯灣 針對伊朗的意圖非常明顯 美國海軍報導表示 艾森豪號和福特號航空母艦戰鬥群 目的是對包括伊朗在內的其他國家進行警告 防止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的衝突進一步擴大到中東地區 同時美國宣布會繼續向中東各地增派部隊和裝備 五國大樓官員毫無掩飾地表示 這些部署就是針對伊朗 在加沙戰場10月24日以色列再傳接報 以色列軍隊在24小時內 精確攻擊了加沙400多個哈馬斯目標 至少炸死3名哈馬斯3個戰鬥營的副指揮官 以色列海軍也傳出接報 部分師徒在加沙走廊北部 鄰近地中海的齊基姆和卡米亞等海路 滲透到以色列的哈馬斯武裝分子已經被以色列海軍殲滅 至少有4人被擊敗 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哈加里表示 軍方發現哈馬斯武裝分子從隧道下海 海軍部隊向這些哈馬斯潛水員開火 確保海裡的哈馬斯人走不掉 在以色列正在加大對哈馬斯的空襲力度之際 白宮星期二明確重申不贊同加沙地帶全面停火 因為優戰只會有利於哈馬斯 一名美國國防部高級官員表示 美國已經向以色列提供機載小直徑炸彈 以及用於鐵窮系統的攔截彈 後續還將會提供更多彈藥 軍事觀察員指 這種GBU-39小直徑炸彈擁有和900公斤級炸彈同樣的穿透能力 由於它具有穿透能力 在攻擊哈馬斯地下目標時 效果將會大幅提升 除了有助控制殺傷範圍 也可幫助以色列攻擊哈馬斯在加沙建造的地下通道 這款炸彈還有一個特殊功能 就是可以滑牆 能夠在敵人防守區域以外110公里的地方投擲 同時 以色列國防軍戰鬥機 25日空襲了敘利亞軍隊的基礎設施 和迫擊砲陣地 回應敘利亞軍隊 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的攻擊行為 而三大伊斯蘭武裝組織 就正在蠢蠢欲動 尼巴聯真主黨領導人 納斯魯拉25日和哈馬斯 以及簡稱傑哈德的 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的高官 秘密會面 真主黨和傑哈德 已經加入哈馬斯的行動 真主黨透露 他們抵抗軸心正在討論和評估下一個階段的戰局策略 據了解 抵抗軸心是伊斯蘭主導的非正式聯盟體系 包括黎巴聯 巴勒斯坦 敘利亞和其他反以色列武裝團體在內 西方世界和以色列稱之為恐怖軸心 不容忽視的是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 日前抵達伊朗首都德克蘭 進一步加強俄伊夥伴關係 而中共就持續為俄羅斯輸血 雙方的貿易額急劇飆升 評論認為世界兩大陣營對峙的局面已經形成 時事評論人士周曉輝指出 以色列乃至西方世界必須認清楚 若想在根本上 碎約哈馬斯等恐怖組織 碎約恐怖主義在全球的肆虐 一定不能忽視他們背後的支持者 事實上 美國等西方國家早已知道 世界上不少恐怖組織和邪惡政權的背後 都有中俄的影子 10月17日 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麥巧爾 在X平台發帖說 俄羅斯、中共和伊朗是同謀 他們正揭力破壞美國在全球的合作夥伴和利益 周曉輝也認為中共挺哈馬斯 令世界更多國家進一步看清中共的邪惡 另外這也是搬石頭摘自己的腳 挺哈馬斯的後果 就是將會繼續加速外資的撤離 全世界大量財富掌握在猶太人手上 中共宣布將會蒸發1萬億元人民幣國債 向地方政府輸血 外界解讀為中國進入無錨印鈔時代 有專家認為 由此可見中國經濟的確到了危急時刻 危機可能一觸即發 10月24日 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一項決議 批准國務院在今年四季度 增發1萬億元人民幣國債 全部增發國債將會分兩次轉移支付給地方政府 今年和明年分別轉借5,000億元 在海外的社交平台 很多人認為 中共這次大規模發行國債 其實就是大印鈔 結果就是大通脹 民眾議論說 人大突批1萬億國債 這表示大亂九的時代即將開始 無縷印鈔的時代開始了 大通脹時代來臨 按照中共官方的說法 增發的1萬億國債是交給地方政府 外界懷疑 真實的目的應該是幫助地方政府解決地方債 但是問題是 面對龐大的地方債 以發放國債為名 多印出來的1萬億人民幣 根本就是杯水車身 財經自媒體人魯曼計了一下數 在今年至今的9個月中 中國發行的國債和地方債 加上承投債已經超過19萬億 最近一個多月 為了發解地方債的危機 財政部已經先後批出了2萬億國債 但是在19萬億巨額的債務面前 2萬億根本沒有存在感 現在再增發1萬億也沒有用 粗略計算 中國的地方債務 每年只是利息就接近2萬億 印幾萬億人民幣根本解決不了地方債的問題 但是這種無限制的印鈔 會導致惡性的通貨膨脹 以致財政崩潰 民間曾經有人預告說 無縷印鈔的結果 就是當局放棄人民幣匯率保政權 人民幣大貶值 就等於全中國人 來分擔化解債務的重擔 接下來 小粉紅和韭菜為政權獻身的時候就到了 一個可以參考的例子就是 當年國民黨在和中共的內戰當中 中央財政因為抗日戰爭消耗巨大 被迫扣印鈔來彌補 這就是國民黨時期的金元圈貶值風暴 當時 重慶出現50萬元買一盒火柴 90萬元買一份報紙 用一袋錢買不到一袋米的場面 貨幣成了廢紙 民不聊生 民怨沸騰 一些學者認為 財政崩潰正正就是國民黨戰敗的原因之一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 艾肯商學院謝田教授 稍早前對大紀元表示 中國房地產連續出事 導致嚴峻的金融風險和社會問題 這一輪中共發錢 借錢給地方政府化解地方債危機 可見中國經濟的確到了危急時刻 危機可能一觸即犯 中共怕控制不住局面 它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政權穩定 能夠做的就是印鈔 來解決地方債務的嚴微資金 謝田表示 中共用印鈔和經濟續命 幻想著在置換出的時間之內 能夠出現經濟翻身的奇跡 這根本就做不到 現在大環境改變了 外資撤離 歐美加強技術保護 中國經濟必然會日益衰退 印發再多的錢 最多只能在短時間之內 延緩危機的爆發 而最後債務大壩崩塌的時候 不僅對受害人是毀滅性的災難 對於中共政權來說 也是致命的打擊 黃毅應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邀請 26日起將會展開為期三日的訪美行程 成為2021年3月以來 中共訪美的最高級別外交官員 而黃毅的訪美被視為是在為拜集會鋪路 進行前期準備 對此台灣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 26日接受本台採訪時表示 黃毅去美國是為了習近平去美國做準備 因為習近平非常講究外交場面 他說 這次黃毅訪美他和拜登會面 非常肯定的一個訊息 就是要安排習近平參與APEC會議的相關細節 兩個大國之間的高峰會晤 黃毅的第一個任務 應該是要去取得美國 如何來接待習近平 以及兩國之間的會晤 應該採取怎樣的方式 習近平是非常講究外交的顏面 所以 中共的一個基本要求 應該就是以一種平起平坐 或者是對等而有尊嚴的方式來會面 另外宋國成判斷 第二個任務就是要確定談判的議題 他說 我相信中共也有一個最低的標準 就是這些議題必須能夠符合 自從美中貿易戰以來 一直到最近的半導體的禁止出口等等 一連串對中國的壓制圍堵的措施 換句話說 從中共的角度來說 美中關係的緩和必須具備一個前提 就是美國必須要先鬆手 要先放緩 或者是降低 從川普時代以來對中共所進行的 一連串的長期的制裁圍堵和壓制的措施 我們來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聯合國安理會24號就以巴局勢召開會議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會議上 所發表的匪夷所思言論激起以色列代表的憤怒 要求古特雷斯不道歉就辭職 在被要求辭職之後 古特雷斯第二天在社交媒體重新改口 修正發文 古特雷斯當天在安理會會議上才說 對加沙地區明顯存在違反國際人道法的行為 深表關切 然後不點名指責說 武裝衝突的任何一方 都不能凌駕於國際人道法之上 隨後他進一步為哈馬斯辯護說 要認識到 哈馬斯並不是憑空發動襲擊 巴勒斯坦人民已經受了56年令人窒息的佔領 他的言論激怒了以色列外交部長埃恩 埃恩將矛頭對準古特雷斯並提高音量 罪述以色列在10月7日遭遇史上最致命的一次攻擊 平民慘被消殺努力 連孩子都無法行臉 埃恩質問 秘書長先生 你是生活在哪個世界的? 外印拒絕把暴力攻擊和佔領運為一談 他說 以色列在2005年已經由加沙撤軍 我們將加沙走廊的每一分土地都給了巴勒斯坦人 沒多久之後 巴勒斯坦就掌控了加沙 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埃爾丹在會議結束後 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說 要求古特雷斯辭職 除非他立即道歉 他在前身是推特的社交平台X指出 聯合國秘書長 表達了對恐怖主義和謀殺行為的理解 身為一個大屠殺之後所成立的組織的領導人 這麼可怕的觀點 太令人傷感 真是一場悲劇 或者受到輿論壓力 古特雷斯當日在社交媒體X改口說 巴勒斯坦人民的不滿 不能成為哈馬斯發動可怕襲擊的理由 然後馬上又補充說 不要對巴勒斯坦人施以集體懲罰 以色列時報對此作出報導 報導認為古特雷斯是試圖收回自己之前 似乎為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致命襲擊辯護的言論 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10月25日 將會到白宮進行國事訪問 之後將會在11月4日至7日訪問北京 外界認為阿爾巴尼斯可能想和中共改善關係 10月24日晚上 阿爾巴尼斯去到白宮 與拜登總統及第一夫人吉爾會面 交換禮品後共進晚餐 這次的美奧會談重點將會包括 中東、烏克蘭及印太地區 還有太平洋島國事務上進行合作 美奧也將會通過 在太平洋鋪設海底電纜 以及海事基礎建設 加強網絡連結能力 藉此提供太平洋島國 高速安全穩定網絡 兩位領導人還要討論加強美奧國防合作 包括與日本進行三方合作 同時持續推進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 由英國和美國協助澳洲打造核動力潛艇 對於阿爾巴尼斯 宣布將在11月初訪問中國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 戰略溝通協調員 約翰·科比表示 完全支持並且理解 阿爾巴尼斯想要與習近平會面 並且前往北京 科比說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財政部長耶倫 商務部長雷蒙多 以及總統氣候特使約翰·克里 等等官員已經訪訪北京 王毅這個星期也會來訪華盛頓 所以並不認為歐洲總理訪問北京有什麼不妥 美國官員表示 美歐領導人的每一次會議 都會討論中國的區域安全問題 而阿爾巴尼斯可能想與中國改善關係 因為中澳關係已經緊張了一段時間 此前 鄰近澳洲的太平洋島國所羅門群島 突然與台灣斷交與中國建交 並且與中國進行安全事務合作 令美國與澳洲驚訝和警惕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日新聞再會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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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